一辆满载汽油的油管车 正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进行冲刺 前方的一段上坡路 明月好汗坡 无数老卡车在此处趴了窝 由于严重超载 导致卡车始终无法提速 从排气管冒出的滚滚浓烟 不难看出 老布的右脚已将油门焊死 就在临近坡顶十几米的地方 发动机却突然不堪重负 下坡的惯性直接让油管车缓缓后退 尽管老布已将刹车爆死 但在巨大的惯性面前 老卡车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躲过了所有障碍后 老布也开始了真正的自由飞翔 此时刹车已经失灵 老卡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后面是一段30公里的长下坡 老布已经做好了长途倒车的准备 此时倒车的速度已经接近每小时50公里 老布驾驶着汽油炸弹 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此时助理小哥也纷纷跑了下来 所有的司机都纷纷下车行住目里 助理小哥看到老布已经倒车入库 悬着的心也便放了下来 毕竟还有三个月的工资还没解清 没有了老卡车的阻挡 路上的车辆也纷纷逃离 幸好路边不是悬崖峭壁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老布的小心脏却久久不能平静 若不是路边有松散的沙土 估计他今天要交代在这了 不仅是老布 就连老卡车也是吓得汗毛直立 由于没有撞到石头 一车的汽油仍黯然无恙 但是卡车的大半个轮胎已经深陷其中 单凭老卡车的动力肯定是无法出来 助理简单的环顾四周 除了老布被吓破了的案 卡车没有任何损坏 环过神来的老布缓缓地下了车 作为一个老司机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他感觉非常愧疚 为了不耽误行程 老布从侧面拿出来一根钢丝绳 同行的车辆已经开始了倒车准备救援 助理站在路中央拦住了过往的车辆 由于运输汽油的运费非常低廉 导致他们只能小马拉打车 装满汽油的贯车足足有40吨 在助理的指挥下 绿色卡车已经就位 助理将钢丝绳固定好后 便开始了拖拽 钢丝绳在重心油管面前 犹如面条一般 卡车继续倒车 准备第二次尝试 为了博弦起见 绿色卡车一路牵引着老布 此时两个车的负重都落在了绿车身上 后面的车辆已经等候了近30分钟 为了防止老布再次爬窝 纷纷选择了超车逃离 最后在绿车的一步拖拽下 老布才勉强将老卡车开了上去